今年国庆大会活动的重头戏之一 就是由国防部福克 力旗 P3C反潜机 及C13栋慢速机队组成的空中分裂式 从美国纽泽西州来 今天第一次来这边回到台湾来 看到今天的国境表演 空中飞机表演得非常的整齐 很高兴的 可见他们花很多心思去训练 所以感觉到很高兴 今天可以回来参加这个国庆 麦素基编队飞行的难度 及城市内高楼建筑形成的地障 讨厌飞行人的心理抗压与飞行技巧 因为在台北山是属于一个盆地的地形 那尤其又是在中空谷旁边的话 有一个最高障碍物在星光三叶大楼 对它是离我们的编队群是很近的 依照我们的目前这次拉出的一个航线来看的话 我们的轨机的话是离星光三叶大楼 只有1000尺的一个间隔 那依照我们的二号机的部分 就是最靠近来星光三叶大楼的那一架机 来讲或编队群来讲的话 最近的只有不到500尺的间隔距离 那相对的来讲的话 那个操作压力会相对的大 这一次也是我们P3CEA首次程庆以来 第一次的自主编队 所以说我们都是在地面上排好编队的间距之后 参考参考点 然后在某一机的验证 尤其是在气流不稳定地空的时候 非常不好的编队 所以说需要非常地小心 还有非常地专注 因为我们飞机在国军的几种颜算 它算是比较大型的 那因为大型飞机的操作上 它的我们的惯性会比较慢一点点 所以针对整个接近率的判断 跟整个位置的判断 就是要比较精确 那我们在前次训练的时候 我们也会依照直接的状况 然后去调整一下自己的飞行的 不管说操作方式 然后让自己在小心地跟安全的状况下去达成这次操营能力 武将万象战期编程大演队型 用震撼的引擎声向前场来攻致敬 也将国庆典礼带向高潮 我这次专门从美国回来参加107年国庆 我这次专门从美国回来参加107年国庆 那总统府这边表演很漂亮 那最为震撼的是五架幻象机从总统府空中飞过那一刹那 那也让我了解 体会到他们飞行员的辛苦 常常戴背中 随时就要上空防护台湾 然后或者巡逻 所以他们是非常辛苦的 很感谢他们的工作帮我们 短短十多秒的战机重场 考验的是每位飞行员彼此之间的高度默契 更是展现飞行员时时刻刻守护台湾 捍卫领风的精识战役 在我们基本编队的话 两架飞机的间距都是三尺 也就是一公尺的这个间距 我们的航线操作的话 在通过总统府后的约莫大概在一海里的时候 就会开始爬升然后左转 然后我们持续爬升高度到六千 然后离开周边的这个地面建筑的地站 领队在飞的时候 我们后座的任务主要是帮忙他 计算我们航行作业的时间差 我们必须要配合地面的管制 然后配合我们航行作业的时间 我们要分秒不差地通过总统府 大屯山以及观音山 那他们的绝对高度都有在两千十以上 必须要特别注意到 我们能够保持云下的操作 能够确实目视到我们的地藏地标 必须要很精准地抓到 我们每一个航线转弯的提前量 转弯的点以及我们要遵守到 我们所谓的绝对高度的 那个遵守这部分 所以我们都必须要 背得非常精准